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了亨利亲王以 出玉座 相见 并于纳壁上 赐座 给了他这么一个优理 什么叫出玉座相见 就是亨利亲王来了 光与皇帝没有端坐在这个桌子上 这个玉座上不动 他是出来表示欢迎 那么这是一个很高的 一种礼遇 而且并于纳壁上赐座 纳壁 就是清朝那个宝座 所在那个高台上 就是让亨利亲王上了那个高台子 坐在光与皇帝右边 给他赐了一个座 给他安了一个小凳子 凳子上 还垫上垫子 那么这个对于亨利亲王来讲 这是一种很高的一种政治礼遇 那么随后 那么这个光与皇帝 又向亨利亲王 赠送了宝星 宝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勋章 那么然后 那么这个光与皇帝又命了一些大臣 去设计招待亨利亲王 那么这个清秦王 义匡 李鸿章 翁童和 都应亨利亲王的请求 为亨利亲王提了字 那像义匡给他提的字叫做 福寿绵长 李鸿章提的字叫做 诸事吉祥四海生平 翁童和提的字叫做 永固邦交 那么不但如此 清政府在招待亨利亲王的时候 采用了洋菜 就是给他准备的是西洋的这种饭菜 还放了洋音乐 这个洋音乐是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那儿借在来的 当时亨利亲王听到这个洋音乐之后 非常高兴 这是反映什么呢 就是清政府在接见亨利亲王的时候 那么给了他一种破格的待遇 那么这是我们讲到 亨利亲王来花之后 是吧 那么在接见地点问题上 那么出现了一种分析 那么清政府在接待亨利亲王的时候 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改变了传统的这种礼仪观念 给了亨利亲王以前所未有的这种外交礼遇 规格确实很高 那么但是呢 这个礼遇和西方的外交礼仪惯例相比 还有一定的差距 不是说清政府已经做得很好 还有很大的差距 那么光绪皇帝可以给他一个很高的待遇 上纳币给赐座 是吧 那么但是呢 清政府不给亨利皇帝 不给这亨利亲王 以一个什么呢 在接见慈禧的时候也赐座 就是他见光绪的时候可以赐座 但是他见慈禧太后的时候 清政府不给他以做的这个礼仪 礼遇 那么早在亨利亲王没有到达北京之前 那么清政府就决定 慈禧太后是召见德王于勒寿堂 立见 就是慈禧太后接见这个亨利亲王的时候 是立见 是站立着进见 是这么一种礼仪的规格 那么后来德国的公使海静 知道了消息之后 那么就反复的跟总理亨利交涉 要求亨利亲王在进见慈禧太后的时候 慈禧太后能给他一个赐座的礼遇 让亨利亲王也坐下 清清王当时表示拒绝 说不行 那么过了几天 海静又向总理亨利提出来 说德国亲王进见慈禧太后的时候 是吧 那么他提出了一个礼节八条 礼节八条 采取什么样的礼节 那么其中一条就是什么呢 说皇太后自愿赐见亲王 一应赐座 他说什么呢 说既然慈禧太后自愿来接见德国的亨利亲王 那么就应该呢 给这亨利亲王要赐座 当时慈禧王一筐 非常明确的讲 说此节书办不到 说你要求赐座 这个事情绝对办不到 是不可以的 那么后来啊 这个总理衙门 右派总理衙门的大臣叫做张金环 到德国驻华使馆 与海静 进行谈判 那么张金环这明确的讲 说若必欲赐座 就是说亨利亲王 一定要要求坐着去见慈禧太后 若必欲赐座 皇太后既不能赐见 你要想见 你就不要做 你想做慈禧太后就不接见 那么这样中德双方为这个问题 就是一直在交涉 那么一直争论到什么呢 5月14号晚上夜里 因为第二天5月15号就接见了 一直争论到5月14号夜间 那么最后亨利亲王妥协了 同意站立着去见慈禧太后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那么发生了分歧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光细皇帝怎么样 给亨利亲王以更高的这个礼遇上 也发生了分歧 那么这个原来清政府这个总理 衙门的官员呢 是准备这样 说光细皇帝 是吧 那么在接见 亨利亲王的时候呢 要施以这个握手礼 同亨利亲王直接握手 那么然后呢 光细皇帝呢 还要选择一个时期 去回败亨利亲王 亨利亲王 见了光细皇帝 应该去回败他 但是这种安排 清政府内部很多官员都说 不可以 绝对不能这样做 那么最后呢 光细皇帝 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 首先坚持了一个握手礼 和亨利亲王握手 但是呢 取消了对亨利亲王的一个回败 那么这种情况呢 他反映什么 就是反映 这个时候清政府内部 围绕着外交礼仪问题 仍然在发生了很多这种争论 那么通过以上我们所讲的这些内容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戊虚年的时候 1898年的时候 传统的这种封建的礼仪观念 仍然是根深蒂固 是吧 深深的根植于一部分封建 根植于一部分封建的官僚师大夫 这个心目当中 就是反对变革传统礼仪的这种力量 还是很强大的 是吧 反对这种变革传统礼仪的力量 它不是来自于一般的中下级的官员 也不是来自于一般的这些民众 官僚时代 那么反对变革新政府的 传统礼仪的这种主要力量 来自于哪呢 来自于中枢的重臣 军机处的 重要决策机关的那些大臣 你比方讲 清清王一筐 总理衙门大臣 你比方讲 军机大臣 翁同河 那么也说到了戊虚年间 那么有相当一部分 清政府的大臣 还是在自觉不自觉的 系列着 在中国流行了几千年的 这种传统的礼仪 他对这传统礼仪还是念念不忘 很难从根本上进行改变 他们不管这种礼仪 是不是能够适应 已经发展变化的这种国际形式 他不管这种礼仪形式 能不能够适应现实的这种 要求 那么这种情况 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什么问题 那么这种情况 就向我们预示出 清政府在外交礼仪方面 从世界的这种接轨 是吧 那么清政府真的要在外交礼仪上 从世界接轨了 要进行这种外交实践了 他会遇到何种的困难 或者说 要想在外交礼仪方面 做出一个大胆的变革 这个变革者要具有一定的政治勇气 那么就这一点而言 我们才可以体会到 光绪皇帝在戊戌旭年进行的外交 礼仪方面的改革 它具有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进步意义 我们才能够理解 我们再接着讲第三个问题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这个题目是这样 第三个题目 第三个题的题目叫做 与世界外交礼仪 接轨的大胆常识 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白日维新期间呢 这个光绪皇帝 在政治上 经济上 军事上 外交上 文化上 那么或者说 在各个方面呢 都做了一些 这个政治上的一些变革 那么这个清政府 那么在这个戊戌变法期间 在这个外交礼仪方面 同样呢 也进行了 一种值得肯定的一种变革 那么这个戊戌年 光绪皇帝 在这个外交礼仪方面 那么 他在进行的这个改革当中 那么有两点 我值得呢 非常值得给予肯定 那么哪两点呢 那么首先第一点 就是光绪皇帝啊 决定 给成帝国书的外国公使 以更为幽龙的礼遇 就是光绪皇帝 在戊戌变法期间 在外交礼仪方面改革当中 首先值得肯定的一点 就是光绪皇帝决定 给成帝国书的 这个外国公使 以一个更为幽龙的 或者更为优厚的一种礼遇 那么这个清政府 他原来啊 在制定了一个 接见外国公使的一个礼节单 就是接见外国公使 都需要一些什么样的程序 外国公使需要怎么做 是吧 怎么样行礼都做了很明确的一个规定 那么在这个规定当中呢 他是这样规定的 那么这个外国公使 在进入文华殿以后 那么要向光绪皇帝行鞠躬礼 行鞠躬礼之后 外国公使致辞 致送辞 那么致辞之后 这外国公使 向前至纳臂中阶下 捧国殿 捧国殿敬后 这外国公使 是吧 走到皇帝这个宝座前面 那个中阶 中间有个台阶 到这台阶前面要停下 举着自己的国殿 等着要向光绪皇帝来成帝 那么这个时候 由清政府的一位亲王 接受国殿 由中阶升至岸前 将国殿沉于岸上 就是由一个亲王 那么下来 把他这个国书接过来 然后呢 再通过中间的那个台阶 上到皇帝所在的那个纳臂上 把这个国书 放在皇帝前面 那个桌子上 是吧 那么然后 光绪皇帝呢 打以首肯 是收到国书之意 那么光绪皇帝 就是表示说 好 这个国书我已经收到了 那么然后呢 光绪皇帝呢 以国语 传语慰问 所谓这的以国语 就是说呢 光绪皇帝要讲满语 光绪皇帝用满语 对外国公识 表示慰问 那么光绪皇帝这个满语的 这种慰问的语言 还是由 清政府的一个亲王 从纳臂上下来 是吧 然后呢 用汉语 来传宣 就是用汉语传宣 翻译艺术 那么这个亲王 向外国的这个翻译 讲汉语 由这个翻译 再把它翻译成 英文的或者其他的文字 那么这是当时啊 按照清政府这个 李杰丹的规定 这是禁建礼仪当中的一些程序 包括一些必要的一些 这个礼仪规范 那么但是在1898年4月3号 在讨论俄国公使 在成立国书的礼节的时候 这个光绪皇帝呢 就主张改变清政府 过去的这种禁建的礼仪 他主张什么呢 他主张俄国的公使 他的国书 不再交给庆亲王一筐 是吧 而是什么呢 由俄国公使 上纳臂亲帝国殿 也就是说 俄国的这个 国书 不再由庆亲王一筐 送上去 然后再下来 那么再带 在这个传达光绪皇帝 有些什么样的一些 致辞 而是什么呢 由俄国的公使 直接上皇帝所在的这个纳臂 上那个高台上 那么直接的来成帝国殿 那么这个呢 我们现在看 他似乎仅仅是简化了 一些成帝国书的一个程序 那么但是在当时来讲 这是给了外国公使 以一个更优越的一个外交礼遇 他可以直接上到皇帝所坐的这个宝座上 那个那个台子上 是吧 直接向光绪皇帝来成绩这个国书 那么对于光绪皇帝的这么一个大胆的礼仪改革 军级大致 就表示非常的不满 很多人对于光绪皇帝这种改革不理解 那么同年5月17号 光绪皇帝在接见法国的驻华公使 叫做毕胜 在接见法国公使的时候 他又做了一些礼仪上的改革 那么这个改革 同样也使得翁腾和感到很不可理解 或者是表示很不满意 那么翁腾和在日记当中 他是这样记载 他说呀 近来俄史觐见 就是前面我们讲的的 俄国的使臣觐见光绪皇帝 近来俄史觐见 令上纳帝帝国书 说俄国人这次觐见的时候 他是上纳帝去成帝国书了 他就表示已经很不满意了 他说而此次这个法国公使 进见的时候 光绪皇帝不但自己带着宝星 那么现在相当于我们这个勋章 不但在自己带着宝星 而且呢 还特命上纳帝至宋词 上亲宣达词 不令庆亲王传宣 他说对法国公使给的这个 外交礼遇更高了 就是不但令他自己这个公使 直接上纳帝来帝国书 是吧 而且呢光绪皇帝 亲宣达词 光绪皇帝亲自来进行 这个进行达词 不再由清清王一框来转述了 是吧 他说不但如此 说而且翻译一人一上 随地国书于岸 说这个时候啊 不但是这个法国公使上了纳币 他的翻译也到了纳币上 那么这个国书也不是在交给清清王一框 而是由这个法国公使 直接放在光绪 前面这个桌子上 那么对于这一点 那么这个 欧能和呢是感到呢 非常的不理解 那么如果说 以上 是吧 就是外国公使上纳币 直接成立国书 直接制宋词 是吧 这是一个大胆的礼仪变革的话 那么光绪皇帝在接见俄国公使的时候 是吧 光绪皇帝不以国语 传宣慰问 就是光绪皇帝不再讲南语了 而是什么呢 而是改变了组织 宣誉用汉语 他说这个事情啊 就这种改革 在欧能和看来 是一种惊世骇俗的 这么一种礼仪变革 那么欧能和在日记当中讲 就说光绪皇帝 宣誉的时候 就他讲话的时候 不是用南语 而是用汉语 此节前所未有也 这是清王朝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大事情 一个变革 那么这是我讲的是 清廷在这个戊虚年间 这礼仪变革当中的 第一点值得肯定的 就是给了外国公使 以更优厚的一种礼仪待遇 那么第二点 就是当时这个光绪皇帝 就看到清政府内部 很多人对于清廷 就发现了一个戏 感谢观看